对于初学期的要事来讲 只要你学过12平均率 随便告诉你一个音是都的前提下 你马上就可以在同一根琴弦上 推导出间隔一品是ry 再间隔一品是me 但是对于直板音阶来讲 我们不能只用一根琴弦去演奏音阶 我们还要学会跨弦去弹奏音阶 这一刻咱们就来说一下 琴弦与琴弦之间的定弦规律 这个时候先为大家引入一个音程的概念 从都到高音都 我们把这个叫做一个八度 在音乐上我们把都到ry之间的路程叫做音程 音程的单位不是米也不是公里 它的单位是度 从标准音的都到高音都之间 总共是包含了12345678个音 所以都到高音都的音程是八度 那么都到ry的音程就是二度 因为包含了两个音 ry到fa呢 ry ne fa包含了三个音 所以这是一个三度音程 fa到c呢 fa so la c包含了四个音 所以这是一个四度音程 关键词啊 两个音之间的距离包含了几个音 就是几度音程 掌握了音程的概念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研究弦与弦之间的关系了 咱们拿无品来举例吧 la c do re la do re 总共包含了四个音 所以呢五弦和六弦之间 应该是一个四度音程的关系 我们还可以用其他的音来验证一下啊 so到do so la c do 包含了四个音 四度音程没有问题 ci到mi呢 si do re mi 也是包含了四个音 do到fa呢 do re mi fa 包含了四个音 同一品上继续看 五弦还有四弦的关系啊 re到so re mi fa so 包含了四个音 do到fa do re mi fa也是包含了四个音 mi到la mi fa so la 同样是包含了四个音 所以呢 五弦和四弦之间也是四度音程的关系 再看四弦和三弦的关系啊 so到高音的do so la c do 同样是包含了四个音 这个也是一个四度音程的关系 再来看一下三弦到二弦 do到mi do re mi a 这是一个三度音程的关系 再看二弦跟一弦 mi到la mi fa so la 也是一个四度音程的关系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啊 除了二弦跟三弦之间是三度音程的关系 其他任意相邻的两根琴弦都是四度音程 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人为的把二弦跟三弦之间的关系呢 变成四度音程 我们只需要人为的把二弦啊 往右偏移一品啊 大家看一下 do到fa是不是四度音程do re mi fa re到so同样是包含了四个音啊 所以呢你可以理解为六根琴弦两两相邻都是四度音程的关系啊 但是每逢遇到二弦和三弦的时候 二弦上的音需要往右人为的偏移一品啊 给它变成四度 那平时我们可以背一句顺口溜啊 mi la re so do fa mi 这一串数字的排列顺序呢 就是一个八度里面所有音的四度音程 这样呢随便告诉你一个音是re的时候 你就能够反映出啊 re的上面是个so re的下面是个la re的上面是个so re的下面是个la 告诉你一个音是la 马上就能够反映出 la的上面是个re la的上面是个re la的下面是个mi 其实在这一组音里面呀 四度还分纯四度和增四度 其中发到锡之间的关系呢 就是增四度 大家能看出来发到锡这一组增四度的音程 在吉他纸板上有什么特殊的体现吗 二弦和三弦上都到咪的这一组三度音程 严格意义上来讲呀 我们把它叫做大三度 既然音程有大三度 那么他就一定还有小三度 当然了 这些都属于音程上的知识啊 如果仅仅只是学习吉他 你只需要记住 相邻的任意两根琴弦之间 都是纯四度的关系就可以了 二弦跟三弦是大三度的关系 也可以给他人为的补一品啊 给他变成纯四度 OK 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啊 我是玩的吉他 专注于吉他自学经验的分享啊 关注啊 视频每天持续更新 明天为你们分享 纸板上这么多音阶 如何给他们串联在一起